HELLO 各位,我是卡洛斯,今天我去柴灣,這間叫柴門餐廳 好朋友,阿崔充當我的司機 原來我們今天來柴門餐廳,就是一間柴門餐廳 Ben帶了我來柴門餐廳,認識新朋友 這是我老友,柴門的主人,所以我們叫柴主 柴主原本是做生意的,現在退休了 所以他本身很喜歡美食和音樂 所以他就搞了這間餐廳,除了有很好的西餐食之外 還有Live的歌手表演 聽聞你找卡洛斯搞這支吉他 就是這支,剛剛做起的 我又要做尼龍,但我又要古典 Ben,你有卡洛斯,會不會有幸做一支給我 我也希望柴門餐廳也有自己的,師傅收藏結拋 如果你肯信得過我的手工,我當然會下雨 我想你那些文歌歌手都是用九支吉他 多數是 你應該是第十支,應該做得好過之前的九支 我每一支都有進步 你有甚麼要求? 如果找料,幫我做就行了 即是要做得好過我以前那些? 是啊 好 既然柴主有這麼高的要求 卡洛斯一定要找一些漂亮的材料給他 於是我們就跟Trey馬上網 就找到這一對荷荷菠蘿回來 荷荷菠蘿亦都屬於玫瑰木的大家族 出名是非常好的通物 甚至有些人覺得他的表現比巴西玫瑰木更好 但是價錢就相宜很多 雖然是這樣 但他已經算是卡洛斯暫時用過最貴的結他木材 說是沒用的 大家看都看得到 將它左右拼貼好之後 你看看那個紋理 即使是未上七 已經是漂亮到這樣的程度 看看對側板 同一棵樹上斬出來 由於今次我真的想為荷荷主 做一把神級的結他 所以除了樣子漂亮之外 聲音都要漂亮 你看我現在把音樑在中間畫圈 而利用激光切割機在中間挑空 這個做法也是現時結他祭琴師很流行的做法 據說用了這樣的音樑 整個結他的震動都會更加好 其實理論都很簡單 音樑主要的目的都是鞏固結構 其實沒有音樑應該是震動最好的 所以在不影響結構之下挑空一點 應該對音色是有改善的 完成了背板之後 我又要為荷荷主挑一塊好的面板 今次我也是挑選了一塊不makeup的德國雲纏 而在它的中心 相陷一個很漂亮的彩背音孔圈 真的夠了體面 同樣貼在這個面板上的主音樑 我都會用激光挑上洞 來增加它的共鎮 當面板和背板都預備好 我就開始處理側板 側板我首先會把它磨滑 然後再浸水和屈曲 因為屈曲了之後 它打磨就沒那麼容易 經過和柴主溝通之後 我和阿朱都認為 放在文歌餐廳用的結他 應該做OM型 就是Orchestra Model 應該最為適合的 而結他作用是彈唱和伴奏 所以不做缺角都無所謂 之後將兩塊屈曲了的側板連接起來 加上邊條去鞏固 做法都是和以往一樣的 由於架輕就熟 很快卡洛斯已經可以把這個面板黏貼上去 但黏貼好之後 卡洛斯就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是這次提供側板的廠家 好像給了很闊給我 如果我做正統的OM 就要切走很多 那真的很浪費 於是我就和阿朱阿葛商量 好不好做厚多些少呢 他們倆都一致認為 做得太厚就不好了 因為聲音會混濁了 但做厚1cm 應該不成問題 於是你看到我這次 就在正統OM線的旁邊 1cm 落刀了 根據阿朱阿葛的經驗 這樣做法 我結他又會再響一些 切好側板的厚度之後 就用回相同的方法 在背板的位置 貼上邊條 開坑做筍 準備貼上背板 但在貼上背板之前 記得要做一些質量 搞到這裏 整個吉他琴身 應該已經完成了 雖然輕輕做厚了1cm 但看上來也好看 結構就完成了 但之後就要進入漫長的修飾程序 因為要為吉他 困上花邊 或者要上漆之前 都需要把每一個吉他的面 都打磨得很平整才行 而為了要保護這個雪白的雲擦面 有時候打磨之後 我還會上一層重膠漆 講到裝飾的邊條 第一條我會做的 就是吉他底部的這條梯型邊 有些人會採用一些現成的花邊 但這次我就選用了一條蜂木 自己動手做出來 之後就在所有吉他邊 用收邊機 拖上一條L型的槽 這個時候 收邊機 必須要沿著吉他的側板走動 如果好像卡洛斯那樣 不用武具 就這樣逃手做 就必須要好手定了 差不多同一時間 我就要準備訂一些 虎文蜂木的邊條 而根據吉他側板的弧度 將它屈曲成形 將這條成形了的虎文蜂木 貼上吉他邊 真的要很講究手工 稍為有些地方 弧度是不對的 又或者你貼得不實 乾了之後 就有一條很大條的縫 雖然都可以用木粉去補救 但是外觀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而面板的L型槽 比起背板的L型槽 是闊了3mm 剛剛就可以陷入這條彩背 只要所有的裝飾性邊條都相陷好之後 就可以進行第二輪的打磨和上漆 在上了多層重膠漆之後 結他的木紋就更加突出 更加讓我們可以看到 這塊可可波羅木的美麗之處 為了和可可波羅的琴身相襯 我連琴頭都貼了一塊可可波羅的貼片 還專門為柴門設計了一個琴頭的造型 打磨之後 轉上六個燃鈕孔 整個琴頭就成形了 而下一步呢 我更加用楓木和蔡露露 在琴頭上 相陷出柴門的Logo 之後的工作 就不是講求漂亮那麼簡單 而是準確度都非常非常重要 就以琴柄和琴身接觸的位置來說 必須要做到89.5度 只要差很少 就會很影響到延線和指板之間的距離 從而令到演奏的人很不舒服 相反呢 只要角度做得準確 我們就可以放心 在琴柄和琴身之間 做如美筍去連接它們 現在我就在琴柄裏面 拖了一條坑 小心翼翼的裝上這個調節桿 而同一個時間 我已經在準備著指板 而還在指板上面 挑割上這個come on music 的字樣 準備做一個雙嵩的工作 然後在指板邊的重要品位 安裝上這個標記號 還有在指板上面 搭上品絲 雖然是一些手板硬件的工作 但都要求非常之高的準確度 指板完成了之後 就可以貼上去琴柄上面 而貼好之後 還需要進行多番的打磨工作 例如將品絲的表面抓平 每一道細小的工序 都凸顯出製琴師的內心和細心 來到這裡 我們會進入第三輪的打磨程序 今次真的要做到表面完全光滑 才好上漆 上漆之後 再經歷一個水磨的步驟 完成之後 就可以用激光 在琴柄上面挑上製琴年份 以及我的簽名 進入最後的完成階段 我就會為結他安裝上柴主 精心挑選的琴柄 他老人家說這隻琴柄的樣子 像一隻蝙蝠 安裝了弦樓和弦釘 再上演 基本上琴就可以彈了 在柴門結他初試提升之後 無經無險正如我所料 聲音真是比一般的結他厚實些 功名好了 但是音符的火粒性仍然很強 到現時為止 無論是損料或者配置方面 這個都應該是我製作中的極限 所以今晚我就會拿去柴主那套 讓他去品嘗一下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路士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 現在分享出去 拜拜